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昆士兰坐落澳洲东北部 是当地第二大州 又叫阳光之州 首富布里斯坡是州内最多人口的城市 阳光与海滩浓厚的人情味 加上这里物价和租金也较适利便宜 所以吸引不少香港学生 选择去到当地留学 而健康科学就是近年最抢手的学科 职业治疗系技术移民专业之一 吸引了不少海外生就读 昆士兰大学是澳洲昆士兰省的 第一间综合型大学 他们的职业治疗学系 有超过60年的历史 学习系统相当越善 今集会带大家看看 他们的学生到底学了些什么 崇玉林是昆士兰大学职业治疗系 三年级学生 他即将开始第一次的 模擬跨专业交流训练 我们做上的一个叫 interprofessional simulation 就是和其他专业行业 如何沟通 要扎起边 不可以带配色 个案讨论开始 崇玉林大部分时间 都在写笔记 相比其他本地学生 似乎有些被动 很紧张 因为要不断讨论 而且要和其他专业 讨论那个案子 他应该会给30分钟时间 给我们看那个案子 然后就讨论一下 到时应该如何做 今次的个案 是毛尔有病人 希望出院回家休养 但经过评估之后 职业治疗师和物理治疗师 对病人是否可以出院 有不同的意见 课堂就是 毛尔两个不同的专业 如何在沟通中 找到共识 从而得出最佳的治疗方案 应就得了 我们向导致 主持续情这个 是低着 mentorship 因为它是很兴力 吃飹饭 或经兴随 或者患尸 EPA awake 是 一都会 疫情 ей 可以產生一個很公平的治療 我們在工作 我們在調查一些方法 去幫助他們的治療 經過30分鐘的個案分析討論 從玉琳開始向物理治療同學 大膽提出自己的意見 26點是一般的 是一般的知識性能力 而 Mr. Blake 他只有23個 所以我們認為 他會有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從玉琳說整個訓練 對他來說有點難度 同學說很多英文 然後又要對著那個 扮例PT的人這樣說話 在語言方面 令自己的句子 就不會太過攻擊到他 或者他聽起來是不舒服的 要是大家都同意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在語言之中 就是要達成共識 大家要溝通的氣氛 也要好好 這部分的模擬訓練 大約20分鐘左右 導師可以隨時終止訓練 並且即時糾正學生的問題 而物理治療同學 也會即時給評語 雖然不算分 但從玉琳就覺得很大壓力 我想我會給六分 因為始終是第一次做 然後很多東西都不太清晰 我覺得這個可以下次再做 她的組員 物理治療系的學生 又如何評價她呢 她的聲音是很慢 很坦白 很坦白 她之前沒有做過icks- 像我所說 她做得非常好 她做得到整個項目 非常隨意 容易順著的項目 最後我們獲得很好的項目 從玉琳就讀的昆斯蘭大學 是澳洲八大院校之一 以健康科學和醫療相關學科聞名 其中積極治療學系 收生要求是DSE 最少要有25分 相比2016年 香港理工大學積極治療的 入學門檻DSE分數 28.5分低一點 但對英文能力要求很高 IOS總分和分項要求要有全7 從玉琳DSE考到27分 原本想入門檻較高的物理治療 但名額滿了 於是轉讀另一個 健康科學專科積極治療 誰知錯有錯著 發覺這一科比物理治療更加適合自己 因為OT就會多點探索一下那個人的所有方面 包括他的社交圈子 他身處的社會是怎樣的一個環境 會不會是他的社會影響著他 而不是他自己的身體功能出了問題 這也是我喜歡做的 因為我喜歡跟別人相處 和別人去了解他的故事 一般人的想法以為職業治療是和職業相關 但其實犯子一個人會接觸到的所有活動 治療師的任務就要透過面談了解患者身心 和社會各方面的情況 從而設計一系列的活動 去協助患者 恢復和維持生理和心理健康 除了解剖學、生理學、神經科學等等 一定會涉獵的科目 臨床實習是最重要的一環 這裏的課程將實習包括在四年的課程中 學生畢業時會有至少一千小時的實習經驗 為將來工作打好基礎 獨職業治療這些專科都頗辛苦 松玉林來了三年 學會要放鬆心情 布里斯班的陽光和悠閒氣息 成為他減壓的最好方法 平時他和當地人一樣 喜歡穿T恤短裙 這裏去、那裏去 這裏是密斯坦市 有很多商店和好食物 經常會跟朋友放學後 到處在這裏吃飯或逛逛街 有時跟朋友剛好一起做過程序 剛好看到在超市上 會有些Grab Rail 然後會討論會不會對老人家有用 人口老化是全球問題 在高福利國家 如澳洲那樣也不例外 從玉林明白職業治療的知識 除了可以在書本上學到 亦都可以在日常生活找到 所以他逛街之外 亦都習慣會觀察一下 現實生活中的患者 希望為未來的實習 帶一些治療靈感 這些是巴薩頭 因為有些老人家都需要坐在一張 沙灘車那裏 如果他喝口的話 他就可以方便衝人 這些是一些視覺上的提示 教他怎樣… 這是甚麼動作 他需要的動作是甚麼 澳洲大學一般會在2月底 3月初開學 所以澳洲留學生 一般都會在香港過農曆新年 松玉林每一年都一定會回香港 探公公婆婆 很開心,這個孫女 我真的有時看到 我公公喜歡煮食 他自己一個在裡面 有些東西會很重 他不能煮 或者他自己一個人在裡面 煮食時有一點探索不到 我其實很簡單地在旁邊協助他 這其實都是OT想做的事 就是協助他們做到他們想做的事 其實這就是OT的精神 他在澳洲讀書,乖乖乖 去年松玉林去了澳洲老人院做實習 令他更明白 只要花多些心思在生活細節上 就可以令患者更加舒適 除了改善生活質素之外 老人家亦渴求心靈上的安慰 家人的陪伴很重要 所以松玉林更加珍惜 跟公公婆婆相處的時間 跟公公婆婆相處的時間 跟那位老人家相處了這麼久 都會開始反思 其實也會看到他在老人院 沒有甚麼特別的事可以做到 其實自己一個人出去也很危險 反正我跟公公婆婆婆身體很好 我也明白到其實他們最需要 是我們的陪伴 首先和畢業 一起吃飯、看電視 其實我們也很開心 很開心,我一定會 你也很開心 你也很開心 很開心 就是畢業 舊相 繡花鞋 火水爐 這些上世紀的物件 全都是職業治療師 用來刺激患有腦退化症長者的工具 這個懷免治療法 就可以有助提升認知能力 令他們回復記憶 治療症是相信用人喜歡的活動 有意的活動去做我們的治療 這件事第一次吸引了 吸引到我了 打球的過程 大家都知道可能有很多碰撞 你打來打去都為了球 保護自己的隊友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平時都是精神科做事 其實我們對於精神病患者來說 他們都是屬於困難的一群人 我們每天日常工作 都必須考慮到保護他們的一種想法 保護他們的私隱 保護他們不會被人騙 保護他們的使命感 我認為你本身也需要有這種使命感 才會享受 陳啟文是職業治療師 公余的時間 最喜歡打英式籃球來減壓 打出來了… 當年他在英國完成高中後 考入英國布魯內爾大學 修讀職業治療 他說小時候和婆婆的生活點滴 更令他萌生職業治療的念頭 因為他有些退化症狀 我記得有一個職業治療師 會來家裡幫我幫忙 當時第一次接觸就是這個印象 但當時我中四、五左右 陳啟文畢業後回香港執業 雖然英港兩地 在理論、技巧、臨床的技術等 都是大同小異 但兩地的職業治療師的工作量 有很大分別 對剛畢業回香港執業的陳啟文來說 也要花點時間去適應 剛畢業說他期望你會批准的 可能是十多至二十個個案 他在香港的話 我相信都超過七十、八十 我想做法和要求是有不同的 在英國的話 可能你手上的時間 對著某一個病人會特別多 目前香港有二千零六十七個 註冊職業治療師 即是大約每一千個港人 只有大約0.29位職業治療師 遠低過其他發達國家 加上人口老化問題 對職業治療師的需求越來越大 職業治療畢業生不愁出路 以社會福利署為例 二級職業治療師 起身點超過二萬七千元港幣 前景樂觀 成為近年香港學生選讀的熱門課 職業治療師的職責 是因應不同病人的生活需求 度身訂造復康療程 讓病人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 服務對象可以是兒童 老人家 長期病患者等等 陳啟文就選擇在青山醫院 職業治療部中 負責成人精神科 我們主要負責做準備遠有出遠之前的訓練 訓練都是跟著四個大範疇去做的 工作訓練 認知能力訓練 自我管理 以及生活技能 我想工作是一個最大的所謂indicator 尤其是精神方面 找到一份工作 他可以自己更新 他在社會那裡的功能 這是一個體重的項目 職業治療師主要由兩方面協助病人 第一是設計活動 改善病人的身體功能 第二是改善環境 減少他們的生活障礙 少一些創意都不行 陳啟文很多時 都要為患者度身訂造治療方案 這次他為將來想從事銷售行業的患者 設計了這個活動場景 在一個報廳中 店員的要求是怎樣 除了服務客人之外 可能他也要有些東西清晰 譬如分尺寸要對 打架的東西清晰 步驟沒有做錯 另外每天完結了 做完、訓練完 訓練完之前 可能他們也要做點課 賣了多少件都要抹下 其實可以幻想到一個很實境的模擬 在外人眼中 職業治療師是新優良准的職業 但陳啟文說 做了六年職業治療師 最大的得著 其實是工作帶來的滿足感 我想最好的是 看到病人或服務使用者 慢慢地學得到 或者他們慢慢地康復 他們的開心 也會令我們覺得很有意思 這也是最大的得著 在外國完成職業治療課程 考出牌照 想回香港執業 職業要具備甚麼條件 第一個要選擇課程 一定要是世界職業治療師聯合會 他們認可的課程 如果詳細想知道這些課程 是否WFOT認可的 就可以上去職業治療師委員會 官方網站拿資料看 第二件事 說到課程的內容 要留意一下課程 有沒有1000個小時的臨床培訓 另外要看看 做臨床培訓的治療師 要讀到你的治療師 其實他的專業資格 又是否有認可的資格 你要有一個合資格的職業治療師 讀到不少於30個小時的 相關工作經驗 可以是義工的 也可以是瘦身的工作 作為職業治療師 跟病人溝通 我們是非常著重的 所以如果是課程本身 我們要求一定要有平核 跟病人溝通的能力 一定要在當地 取得到執業權 第二件事 就是他沒有犯罪記錄 申請註冊時又有甚麼手足 所有相關的文件 找一些符合資格的人 替他做了certified truth 把這些副本帶去申請 其中包括 他自己的香港身份證 或是護照 還有他的畢業文憑或證書 還有是相關職業治療 在專業方面的證明文件 還有如果他有現職的 職業治療師的證明文件 都要certified truth copy 澳洲在二、三月才開學 但在文憑市七月就放榜 中間有這麼多時間 可以做些甚麼 一般來說他會明年二月或三月開學 所以有些學生會說 我好像多了很多時間 但當然要看學生 如果我們有時會面對到的 就像所說 學生英文差一點 他可能會繼續留在香港 去準備一些英文試 有些學生的分數未必值達到夠 所以可能他會讀一些 我們叫做文憑的課程 或者大學基礎的課程 相對這些課程 就是會九月十月開 就會剛好去配合 DIC剛剛放榜之後 大概兩三個月 足夠的時間去做這些簽證 澳洲的學生簽證 有怎樣申請的呢 一般來說其實簽證都很簡單 因為澳洲政府基本上 都是要求一些財政的聲明 還有可能要求學生 要交一些我們叫做 容易點去理解的 或者是個人證明 其實是讓澳洲政府知道 究竟你的目標是你做什麼的 他要是爸爸或者媽媽 可以交出一年大概六萬元 相等於六萬元澳子的稅單 又或者有足夠的流動現金 可以證明他是有足夠的 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 那其實已經是足夠的 Hello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Kirsten 我就是在稍微讀書 我們今天就有個群組的項目 就是要拍攝 我現在就跟我們組員一起在 在這裡討論的拍攝 讓大家看看我們的狀況 一、二、三 大家好 大家好 對,我現在是英國人 謝謝 這些就是我在澳洲的同學 他們很友善 真的看得多好 我們來到一間華人的超級市場 主要是買一些亞洲的貨品 或者我們方式是來買菜 看到很多菜… 現在簡直是完全是盛產蘋果 到處都是蘋果 還有企果 還有這些金 超級多 這就是Sidney Opera House 有很多投影的藝術 就會在上面 就是在上面投影 其實也很清楚 還有這條Halbour Bridge 也有很多燈 很棒 澳洲實行醫藥分家 市民不舒服 看過醫生 要自行到藥房買處方藥物 當地人形容 藥劑師是半個家庭醫生 在初級醫療上發揮重要作用 君士蘭大學的藥劑學系 在澳洲排名頭三位 下一集我們會看看 在澳洲的藥劑學學生 到底學些甚麼 發展又是怎樣 小沙發展 SCHOOL 我來看 發展 大家